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菩薩大家 阿彌陀佛 請翻開我們課本是在講到五十頁 五十頁這邊最主要是還是已經進入到觀像門 觀像門的本文裡面 這觀像門裡面總共有十個頌 把數了有十個頌 我們還是告訴大家 第一個最主要是講到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這個最主要是要講到 我們就是要講到有為法空 然後從有為法空再退到無為法空 這個時候我們連帶的能夠知道這個我空跟法空 所以這個是這個時候是為一切法空 那我們這個時候為了解釋這一切法空 所以整個劇本裡面總說 第一個句頌 這個是總句 總名這個誰有為即無為 這個兩個法都是無相 十相無相 在十相無相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以無有相 這個時候沒有相 所以這兩法是最為空相 這個是最主要的這個宋的整個大禦 那我們這個是最後才會講到這個誰的 還是回到這一切法空 最後長行總結其法 那我們這個宋 第一個宋是蠻重要的 那他這個宋最主要是後面是講到 整個初句的這個上半最短的講有為無為法體 既無相 那下半最短的是因為像無有相 所以這個兩個法體才會結受為空相 那我們後面整個來解釋這個宋 後面的在317頁解釋這個宋就是講到比較講的是 就是先我們在那個 再大家請看一下五十頁的這個部分 所以假如他總標有為不以相成 第一個先講有為法 不以相成 這是他這個誰的整個 整個就是他的這個這個濃術菩薩的解釋 就是講有為法不以相成 因為有這邊最短的這個 這個第一宋最短的是有為法 是這個時候無相 這個無相 所以說為無有相 無有相 那我們後面是解釋這個什麼叫有為相 這個有為相的部分來講就是這個在 在五十頁的第二段 所以假如是列舉出這個 列舉出這個誰的 這邊有列舉出四類 總共四類分為兩組 第一組就是講眾生類跟非眾生類來對照 第二組也是 也是眾生類跟非眾生類來對照 這個是在這樣子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來標 好 董事菩薩的意思是 我們這個是引用絕上法師的意思 第一個 體相來顯標相 體相的部分來講就是 比如說他的舉例就是 他的舉例第一個就是牛相 牛相本身來講就是講 他的這個部分來講是牛的體相 來標出牛的相 所以牛的相就是像牛腳 牛尾 就是他非常明顯的特徵 那另外是非眾生相的部分來講 瓶子 瓶相 瓶相的部分來講 就是用瓶子來標出他的這個 用上底 還有他的瓶子來講是他的 我們所說的 他的瓶腹的部分 瓶小 所以這也是一種瓶子 瓶相 那後面的另外一組就是它是車 車子就是 車子是用 用組合的部分來 來表示他的形象 這是別像 他車子是用主 不像他那個 牛的部分來講就是想他的 牛腳表面的部分 瓶子也是用表面來標像 那我們的車子 他的這個屁育 舉例的部分來講是車子 車子是用組合的部分來 就是別像 別就是我們所說的車子 是用什麼樣組合的 個別很多的個別的零件所組合的 那就是車像 那人也是 人是用什麼器官構造來組合的 所以就是講以別像顯通像 那我們這個 有為像是這樣子 都有他的個別的像 那既然這樣子有個別的像 那為什麼又說無像 有為法不宜相成 就會那麼大的一個差距 那後面他那個才會 第二個為了要表示 回答這個 有為法不宜相成 所以他才會提出這個問題 如是生住面 就是講到有為法 都是用生住面來生成的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 有為法是 在佛說 一切法是 有三項 有為法是 生住面 所以我們前面有講 就是講佛有說 佛所說的這個是 三項身也切法 三項身有為法 三項身有為法 所以他才會 才會提這個問題 如果說這個 三項身有為法的話 那這樣子 生住面這個三項 到底他本身是有為法項 還是 還是無為法項 如果是有為法項 則是有為 他本身就是生住面這個三個 三個別項 到底是 他本身是有為的 有為的性質還是無為的性質 問約 如果是有為的性質的話 有什麼過失 這是講到 其上法師的 他的成理 就是 總開兩關來 來抉擇他 這是在我們的 論的 就是在這個開始 如是生住面 若是有為法項者 他到底是 他到底是 到底是有為的性質 還是無為的性質 所以直立三項 其實 用這樣子的話 兩個問題來 來抉擇他 來取 到底是哪一個 所以二觀定一 所以這種的問題 這樣子的提問 我們哲學家經常用到 我們就是開始要討論的時候 到底是 就是 用這個 就是用這個兩個 因為一切法分為有無 我們就用這個 有邊跟無邊來提問 讓他們這個 有邊也沒辦法成立 無邊也沒辦法成立 所以他們的 他們所說的 所謂的見解是不成立的 這個是我們 中觀的 所謂的 所謂的 暈臣派所使用的方式 好 那 這個部分來講 用這兩觀來講是 二觀定二就是 你不是 設定在 這個深處面是有為性質 就是講到這深處面 你不可能說會有 這兩個都可以 一定是會落在一個 一般的答案都會落在一個 所以佛二不一則二觀定二 二觀定二就是講到 所謂的 二部的意思是 我們所說的上部 上座部跟下 那個是大中部 會有這個 所謂的不是抉擇在 這深處面不是落入在有為的體性 就是落入在無為的體性 所以說叫二觀定二 那問約的部分來講 就是比較 就著重在 我們 大家請看五十月 五十月的第三段 幾張法師的解釋 就是講到 問約第二 就是偏利有為 偏利這個深處面 這個像是有為的體性 好 那如果是 所以他比較偏重利有為 為什麼偏重利有為 因為 那個佛莎平家 佛莎平家就是講說一切有不 就是講大匹婆 大匹婆沙潤 比較偏用在 這三項是有為的體性 所以比較偏利這個部分 而又諸部多利 像是有為 所以偏數 好 那後面的這個 這個第二季送就是完全是正破 這個正破是都破 破一個 身處面是有為的體性 因為破 身處面是無為的體性 所以上半 這個上半是講這個頌 如果是 如果身是有為 復應有三項 身是有為的部分來講 你是講到誰的 他本身來講 身是有為的體性 那本身來講 就變成是身本身 他是有為的 有的法體 有的既然是有為的法體 他本身來講 就 就還是有三項 還是 本身來講 本身就內懼三項 內懼是身處面 那這樣子 他就內懼三項 這個 內懼三項的這個 又 他這個 這個身處面本身來講 又 所以說 復應有三項 就是想 他本身如果身是一法 是有為法的話 有為的體性 有為的體性 這個時候 這個就生出法體 所以法體本身來講就會 本身這法體又內懼有三項 內懼有三項 就是 就是會有這個身處面 這個身又 本身來講 又是一個有為的體性 本身來講就是 他會有一個有為的法體 那又有三項 所以說會有無窮的過世 好 那下半次疊無為破無為 如果是身是無為的 無為的體性的話 那無為的體性 怎麼能夠替有為法體來做 做他的相貌 真如怎麼能夠替一切法來做 世間法來做相貌 好 就是講第二個 所以身不能是無為的體性 此則是疊二步 破二步 就是講我們現在講的 整個 整個 部派佛教 就是講上座部跟下座部 到最後就會 後面整個來講 呈現是有無的這樣子的 就是講 有些主張身是無為 有些主張身是有為的體性 有些主張身是無為的體性 所以薩婆多利有為 會遭受到 這個無窮的過世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匹婆奢體 是利 他是利 身是 身處面是無為的體性 而有非相之事 就是他沒有辦法替 有為法來做相 所以他們 他既然沒有相 怎麼能夠替 替有為法來做相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過世 那請 大家請看一下 這個技本身來講 就是 剛才所說的 上半疊 疊有為破有為 下半疊無為破無為 那請 大家請看一下 好 那個 這個寄送 這個在五十葉的第四段 又止二門 這個是講 一得但破一角 就是說 這兩門也可以破一門一角 就不指定 到底是上 上這部還是 那個 大眾部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到 如果說他偏利 就是第一次 他說身住面是有為的體性 到最後就會 我們說了之後 我們 我們討論下來就是 他會有這個無窮的過世 他就偏利 利到 身住面是無為的體性 所以才會講到誰的 也可以說 是 偏破一架 所以恐回中 體無為意 故刺破無為 無為也是 無為本身拿來講 是正破這個 這個捨婆體無為 他利三相是無為 這樣子 這兩關 這兩個提問出來 一般如果說 你對三相的真實意 不了解的話 就會落入到一邊 都是沒辦法確定 他們的觀點 這是 這是 這種提問我們一定要學習 因為這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在破除他們的見解的時候 我們就要利 你到底是偏 就是在 就兩邊 因為一切的東西都會落入到兩邊 如果你對這個真實相不了解的話 絕對會落入到兩邊 我們看一下 那個外人 淡立三相 就是講到 誰的 一般的世間人 都有 都會有 這個三相 這個身住滅三相 就是這個 就是會有這個三相 身住滅 那我們 農世菩薩 就會把 就討論 他到底是有為的 性質還是無為的體系 所以用這個來 破除他 有為無為 就是 有為無為 講這個 有為無為是 能破門 而三相 是所破門 就是講到 誰的身住滅 到底這個 他本身來講 到底是有為的體系 還是無為的一些 所以用有為的體系 跟無為的體系 是能破門 那三相是 是所破門 又有為無為 通過大小 就是講 用這個三相 到底是有為的體系 還是無為的體系 都可以破除 這個通過大小 是對三相的 實相 不了解 所以通過大小 剩內到外到 一切出像 只要如果不了解 這三相 的實相 因為三相本身來講 這幾張法式 其實就是佛 你要知道佛 施設三相 最主要就是要破 出這三相 所以講佛 施設三相 最主要是讓大家 能夠知道 非三 非三是他的究竟意 如果你能夠知道 非三的話 那你就能夠知道 佛施設三相 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 我們後面 我在五十月的後面 這個第 第四段 那個破拳同中論 就是這個官相門 跟中論裡面 是官三相品 是滿滿滿 很多的都滿雷同的 包括他的那個 這個大 所謂 所謂 生生本身 這個部分 所以他講到 所謂的破拳同中論 是 那古來是窮無窮 莊嚴就義 所以大家 請自己看好了 因為這真的是要回去 討論他們怎麼說 因為是對這個誰的 那個 生滅之法窮於刹那 刹那即生滅 無初中後分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生滅 生滅本身來講 是一個刹那而已 所以窮於刹那 刹那即生滅 沒有初中後分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 靈畏法施刹那 有初中後分 而廢無窮 那第三個是開善說有三分 就是講到初中後 所以這個對 這個最主要是講到 深住易滅 這四相到底是一刹那還是 是有 是一刹那 這個生是一刹那 還是 還是它有所謂連接性 相續性 它一刹那有三分 變成說一刹那即有生住滅 這樣一刹那有生住滅 就會有生有窮意 所以對這個三相 到底是 到底是一刹那 有三相 還是說生就是一刹那 滅一刹那 住一刹那 那其實我們在 成歸世論的說法就是 成歸世論 我們成歸世論的說法是 只是要聊 就是生是什麼意思 成歸世論的生是 從本無到有 本無今有 是為生 他並沒有去慮這個時間 因為生本身來講是 在我們這個法體 從沒有到出現在世界 是為生 那這個生了之後 再停留在世間 所謂住 住之後前後 這個前後變異 有前後這樣的元系 所謂異 那滅的部分來講是 從有到沒有 從這個法體 從有然後敗壞到沒有 所謂滅 所以這是講到一個法體 他在某一個時間的情況 才會命名生住一滅 所以並沒有講這個 生住滅本身來講 如果說你要講這個 所謂刹那 就是這個法體 所以他不在 因為生住滅本身來講 是假式社的名稱 所以對於一個實相 如果不了解的話 就會有這些的討論 討論就是講 非常非常的分歧 比如說他這邊的分歧 最主要講到 生住滅這個講三相 三相到底是生是一刹那 住是一刹那 滅是一刹那 還是生住滅就在一個刹那中發生 就是一刹那有三分 有這些的討論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長漢為二 就是在五十月的最後一段 長漢的部分來講 就是請翻開我們的小本 小本是講到 在三百一十八頁的上半部 洛森是有為者 最早是講到解釋 解釋這個第二句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二個句送 這個一直到 他最早這個 洛森是有為者 一直到 助滅一耳 最早他本身來講是 好最早的 這種陳列法最早是要破這個有為相 相破 就是要破身世有為的這個體性 變成有為相 如果身世有為相則就會有三相 是三相又會有三相 如是轉長就會有無窮的過失 那個助滅也是有會有這無窮的過失 凡有二難 出難雲 身世無為 這凡有二難的部分來講 應該是要講到那個 那個 這個二難 這個 凡有二難是解釋 在五十月的最後一行 這個最早是解釋下半部 出難雲 出難雲的部分來講是講到 若身世無為者雲何無為以勇為作相 這個是用那個提問法的方式 所以他才會講難 難問 直難難問 身世無為的話 身世無為的話 也會以勇為作相 身世非相破 身世無為的話 也會以勇為作相 身世非相破 一直到那個 在三百一十八頁的道士 上半的道士第三號 註滅一耳那個部分 這個最早是要從這個解釋下半部 下半第二句送的下半句 他最早是用飛相來破 所謂飛相破就是講 如果說這個身住易滅 身住滅三相 如果他本身是無為的體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無為的體性就是沒有相 沒有相怎麼能夠給予有為的法體來做相 因為他本身就是無為的體性 是沒有相 沒有相怎麼能夠做 跟這個有為來做相 你這樣就違背了 一切法有三相 其實是講飛相破 離身住滅 誰能知是身 就是講的是講到說 如果說一個是有為法體 你離開這個身相住相滅相 你怎麼知道這個東西生出來了 或是住在世間滅掉了 所以講到因為他沒有相 離開這三相 你怎麼知道有一個法體 他在世間生出來了 就是誰能知是神 生者 所以生是無為 其身體無生滅 就是講 生本身如果是屬於無為的體性的話 他這個本身來講就是沒有生住易滅的這些象征 沒有這個象征也沒有這個法體 所以怎麼能夠知道這個這個法體 這個有違法 因為我們一直講有違法 從三相生一切有違法 怎麼知道這個有違法體 怎麼知道這個有違法體 本身來講 本身來講生出來了 所以他不可能是 這個生住面本身來講 所以他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 這個無為的體性 這個是講 在這個 在龍樹菩薩的這個論裡面 很多生是無為者 云和無為以有為作相 這完全是講 破這個生是無為的體性 是非相破 是非相是非有為相的意思 這是更能夠標出來 因為跟前段是一樣的 大家請看一下 五十一月 五十月的部分來講 又是 有惡難 又是這個生象落離 三相 其實體不可分配 因為他 這個生象是 如果是 無為的體性 他離開 因為 生象是無為的體性 他絕對沒有 生住意滅相 這個 這樣體 這個法體 根本沒辦法分別出來 那怎麼能夠知道 這個法體生出來了 只 只 就相破的部分 因為講到這個法體 其實就相破的部分來講 就是說 有為法一定 會生出來 可是 它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說為生象 可是生象又 又是無為法體 那你這個是 所以他是講到所謂的 當 當 就是講 有為法的這個部分來講 怎麼知道 因為他生象是 無相 但他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無相 竟然這樣的時候 怎麼知道 他這個法體被生出來了 那後面 大家請看一下 318頁 的上半部 互至分別生住滅 故有生 因為我們 我們在認識這個生住滅 本身來講 故有生 所以我們講 就是說我們這個三項本身來講 本身來 就是講這個時候我們 如果 如果你分 去分析這個生住滅 我們就知道 是聖 可是無為本身來講 是不可分別性 那無為不可分別性來講 以無為來講 他本身就是無聖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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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住滅如果是屬於 無為的話 也是屬於無聖 這個最主要是要講到 這個後面就是要講到 那個 因為我們整個 這個部分來講 要推到這個 回到那個 那個 我們所說的 就是回到這個聚頌 第一句 有為無為 惡法聚無相 那個部分 就是要回到那個重點 這個 他這個 我們看 屬上法師解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一小段 父之分別 生住滅 故有生 無為不可分別 是故無神住滅亦 而 這個 這一小段 這小段 繼續還是在 那個 就是我們還是這個 這個第2頌 上重 離身住滅 由此身 就是講到 所以這個 這個重的部分來講 分別 身住滅 本身來講 就是 講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那個 就我們在討論 討論 身住滅 這個時候 我們 承認他有生 還是講 上重離身住滅 有此身 無能知者 今明若身 無有身住滅 則無此身 就是 這個 精明若身 無有身住滅 是講這個部分 身如果是 身如果是 講無為 不可分別 如果身是無為的 這個體性來講 他本身來講 就是講無身 住滅也是無神 也是 如是 無有身住滅 所以 無有身住滅 是 我講 若身無有身住滅 就是無此身 住滅也是 所以 然者是 有為是有 可得分別為三相 有為 他本身來講 是 有 有體相 有體相 是可以分 分別出這個三相 但如果是 無為的這個 本身來講 就是沒有這個三相 無身體之之意 故不可分別 有身住滅 他是講分別 身住滅本身來講 是以 一般的 有為法來講 那如果是 以無為來講 本身來講 是不可有 分別身住滅 所以來講 本身就是 沒有身住滅 這樣子討論下來的話 就要承認就是 講到 這邊最好是要講到 那個回到 這個第一頌 就是講到 誰的身住滅 空故 有為法空 有為法空 故無為法義空 我把它唸一下 這個是要 比較難推論的 這個是從 從我們 從我們的那個 後面的是講到 所以如果說 你要 講 身到底是 有為的體性 還是無為的性 都不能成立 都不能成立的話 那身到底是 有為體性呢 還是有為體性 所以這個樣子來推論 本身來講 他就是 他就是 空向 因為身本身來講 因為身本身來講 是假明思舍 他是 就是 身住滅本身來講 按照他的實體 就是實相無相 就是 就是我們講的 離開 有為法體 沒有身相 沒有 沒有住相 沒有意相 沒有滅相 他本身來 以身本 身相本身來講 就是空 空向 所以他才會 才會導 導論出身住滅空 不然換你這個 討論下來的部分來講 為什麼馬上就 進行身住滅空 不然這句怎麼推出來的 你不能講 你身住滅不能落入有為體性 也不能落入有為體性 那他到底是什麼 所以整個身住滅本身就是空 因為他沒有一個真實的體性 所謂空 所以叫做身住滅空 而這身住滅空 本身來講 你能夠了解這樣子的話 你就能夠了解 世間的有為法體空 因為這個時候你 你能夠讓 就是說 你讓煩惱不升起來 讓煩惱不安住在這邊 然後滅 讓他能夠 這個三相能夠滅 你這個時候就能夠 入有為法空 因為整個來講就是佛力 設立這個三相 最主要 不讓煩惱深 不讓煩惱住 讓我們整個來講知道 煩惱整個滅 他這個時候 他這個時候 就能夠知道有為法空 就是我們講的 不再有三界的這個部分 那有為法空這個時候 你就能夠 就是能夠 就是能夠 震入這個無為法的 震入空 因為這個是講到誰的 震入的這個時候 因有為故 因有為故 就是這個是講到 你能夠了解這個 有為法空 所以能夠了解無為法空 不是無為法本身就是空 就是有它的前後的關係 所以有為無為法 所以有為無為法 如果這個時候 空的時候 就是能夠講一切法空 所以有為無為法 一切法空這個部分來講 最主要講到 整個就是能夠了解 我跟 就是後面 大家請看一下 在 在323頁的第一段 上半不第一段 他還是要回到第二行 世故有為法 皆空 有為法空故 無為法一空 有為 無為法空故 我一空 三是空故 三是空故就是 有為法空 無為法空 我 我 這個我們 片句所詞的那個 我也空 至少一切 在剝熱的空本身就是要 這是我們所說的真如 我們 無為 根本是真如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當下 他能夠 了解 這個誰的 這個誰的 有為法都是 患 那無為法本身來講是空性 這個時候 當下能夠了解這個 無為法二空 所以 就是 金淚破諸法 金淚破諸法 是講一切法 因為到最後一切法皆空 就是破諸法 所以 無為無相故 無為 因為本身來講就是講 無為本身來講 無相 無無為的部分來講是講到 因為 我們世間人很 一直想無為的這個體性 就會把認為 有一個像有為體的體性 這樣子的這個部分 所以無為部分來講就是無相 實相無相 所以我們遮 就是講 就是講 有時候要講無無為 因為講這個是 不要把這個無為 把它吃為像有為那種法體 所以無為無相 那種看一下 大家請看一下 五十一月 第二段 第二段最主要是在哪裡 大家請看一下我們的課本 三百一十八的這個部分 下半部的問約 下半部的三百一十八的下半 因為有上下 的第一行問約 如說三相富有三相 事故無窮 甚不應是有為者 盡當說 這個部分 問約的部分來講是對方 提問 因為我們跟他 我們前面的講解 如果說有為是 如果說是有為是 我們三相是有為的體性 他一定會落入到無窮 還有三相 所以有無窮的過失 所以這樣子來講 生不應該是有為 就是推論生不應該是有為 這是我們的說法 然後他認為 他後面就 經當說的部分來講 就是他要回應我們 我們所說的話 認為 生還是可以是有為的體性 就是講 我們經當說的部分來講 是對方的補救 所以經當說的部分來講 是對方的補救 那我們在五十一月的部分來講 在吉障法師的解釋 是第二別破三相 別破三相的部分來講 就是 我們以身還是講身處滅 我們比較講的是身 從身作為例子 所以破此二者 破此二者是講到誰的 他這個是講到別破三相 本身來講是用 那個初破轉轉加益 刺破不轉轉益 破轉轉加益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到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要立這個誰的 那個深深之所生 就是講小生跟大生 有轉轉的這個 這樣子的解釋 那刺破不轉轉益的部分來講 就是要講到誰的 大家請看一下 這個在319 319 319的下半部 到誰第二號 若為是生生生生時能自生一生餅 如燈燃時能製造一照餅 這個部分 所以假如是講這個字不轉轉益 用燈來講來施設 他認為燈能夠製造 能夠所謂的照明 能夠破暗 用這樣這個事講不轉轉益 好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因為這兩個部分來講就是講 能夠射一切深淨 就是他們所認為的這個深 深入滅這個三項 他們的理念 他們的說法 都離不開這兩種 如果能夠破除的話 就是還是要回歸到我們的說法 就是無聲 無聲的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 整個這樣子的理則 那這兩 就是為什麼 就是講到這兩個部分 用這兩個 初是上座 後是那個真子 就是上座部提出這個深入滅 後面有 有所謂小聲大聲的問題 後面是真子部 所以此二是十八部組 就是講這兩部 因為上座跟 我們所說的大重部 就是十八部的整個的根本 那他後面延伸出五百部 所以破本五百部的這個所謂的 這樣子的說法 見解 對於深入滅三項的見解 就會整個沒法建立 那另外的說法是 初是彼壇 後是誠實 這個是 這是我們極障法師 他們極障法師 一個是多 我們所說廣學多文的一個法師 所以初是內 次是外 初是內的部分來講 因為這個大聲小聲的部分來講 其實我們會覺得他們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種立法 因為他們認為 就是講到這個 他們有這個聲的這個 這個 就像我們過去 我們還有一個聲 對於深的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 我們在深 就是講到在深的這個時候 他們需要有一個聲法 深的媒介 他們認為時有這個深的媒介 這是講初是內 次是外 所以初是法說 屁是屁說 屁說就是有燈罩的那個部分 法說就是講到誰的 他要建構這個深入滅 本身來講如何來說明 他又不能 他又不會有無窮的過失 他也不會有無偽的過失 我們等一下再說 為什麼先前破轉轉 後破不轉轉 所以為什麼先破這個 後破這個所謂的燈 燈製造的部分 為轉轉得救上二難 因為轉轉就是講到深深之所生 他可以就是講 可以救這個上面的這個 如果他就是說 上面的部分來講就是 講聲像如果落入在有微的體性 就會有無窮的過失 如果聲像落入到無微的體性 他就會有這個 沒辦法替無微的 沒有辦法替有微來做相 就會有這個兩個過失 兩個都不能建立 所以說他轉轉就會有 可以救不救這上面的過失 那不轉轉沒辦法過救 我們再說 這個一不轉轉是製造的部分 燈製造 所以前面先講這個 隨意的 就是講 這個 他立就是有一個身法 尤其人立法題外 尤其人立法題外 就是講到誰的 這種立法 就是我們後面 我們的第三頌 第三頌他就要立這個 第一個他有他的自覺的法題 然後 第一個 立法題外 因為我們後面是講那個七法 第一個他法題 本身的法題 本身法題又有這個身法 又有住法 又有滅法 又有深深住住滅滅 所以講 所以為什麼講法題外 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 講 非色非心的部分來講 這個 就是 為什麼他們講非色非心 因為本身的法題 有為法題 案例這些的身住滅 這個我疑問就是他 為什麼一定會講他非色非心 因為法題本身來講 我們所說的法題本身來講 不 我們在無法裡面 第一個 色法 心法 心法包括心所法 好 這個都是屬於有為法 好 這屬於有為法 所以有為法以外 裡面 所施設的這個 他的這個所謂的 深住滅 深深住住滅滅 一定是落入在非色非心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因為這個想到 這個法體的部分來講 就是有為法體 有為法體 我們想的是 他一定包括心法 色法 心法包括心所法 所以這兩個去掉之後 就是我們所說的 那個心不相應性的部分 所以他講的這個誰的 他竟然有立這個生法 生法 住法 滅法 所以他 如果你立的部分來 他如果說生法是有為法 就一定又是在這邊 所以他一定是 講這個誰的 其他的這個七項 其他的六項 一定是入到非色非心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三項是私有法 所以你不要忘了 他們本身來講是 立的是十有法 所以不信三項是假明 因為他們沒辦法了解 就是沒有辦法了解 三項是假安立的 理法體沒有這些十項 故自不信諸法無身 不信諸法無身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 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生法 還有這個 住法滅法都是屬於 沒有這個他沒有生的體性 沒有實體 所以四病中最重 所以我們這個是講到 我們認為 本身不是沒有 就認為是有 所以偏來講解他 來破除他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各位菩薩 阿彌陀佛 各位菩薩大家好 我們再繼續來說 我們這個最小的是 他的內文 是在318頁 我們在大本的51頁 第二段 這個最小的是要講到 生住 這個是講到誰的 生法 住法 滅法 還有提到的 生生法 住住法 滅滅法 謝謝 到底是 他的性質 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 我們看一下這個問 有關於 涅槃經清明 就是涅槃經文 經文裡面有講 生不治生 生不治生是沒有錯 因為我們生 有違法的生 我們有違法 他不可能自己生 所以一定要試生 我們一定要有 一定是原生 他不可能自生 不大生 不無因生 所以他賴生 就是他一定要賴 生緣的這些人來生 雲和非佛說 那個雲和非佛說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 這個 這個賴生故生的這個部分來講 這個賴生故生 這個生故生 到底是如何去理解他 所以如果說賴生故生 就是會認為說 有一個生法來生 所以他認為說應該是佛說 就是他 這個是講到提到這個賴生故生 立一個生法 如果是立生法的話 就變成說是 他會認為是回到這個 是法體外 別有這個非色斐心的這個 我們所說的生法 助法滅法這個部分 所以他是回答 念盤直言大小相生 大小相生的這個大小不要認為是大生跟小生 不可能 佛不可能再建立一個大生小生的問題 這要去查一下 我們通常來講大小相生是我們 我們通常來講是我們 我們心緣道也有位 我這個講到所緣靜 我們心緣靜 會生煩惱 靜又會影響我們的部分 不云別有非色非心法 所以摺之非佛所說 非佛所說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這邊不利這個誰的 離開法體還有 還有生助滅這些三法 是屬於非色非心法 我們這一段就講這個 那我們開始要講到精當說 就是講他們的補救 所以講前問的部分來講是 這個問約的部分 問約就是指導說我們說的 我們批評他們的觀點 認為不成立 可是他也當說的部分來講 他要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可以成立這個誰的生 就是講到身是有為的體性 身助滅是有為的體性 也不會落入到 不會有無窮的過失 身是身助滅是有為的體性 當然不可能是無為的體性 而講前問次答 就問中的部分來講 就我們整個後面的這個部分 精當說的這個部分來講 就這個諜論主難 諜論主難就是這個 如果說三項符有為的體性 身不因是有為者 就是講諜論主難 精當說下是升起第二個 我們所說這邊的第三頌 這個第三頌 他這樣子的回應 就會 他認為可以消消解掉 我們龍樹菩薩的這個誰的 這個 龍樹菩薩就是講 他問這個 這個三項到底是有為的體性 還是無為的體性 就是這三項不能落入有為的體性 也不能落入無為的體性 但是他是因為他這個施設這個第三頌 他認為就可以去掉 這個龍樹菩薩所說的這兩個過失 哪兩個過失就是無為的過失跟無窮的過失 好那我們講 第一個是講到那個生生之所生 生於筆本身 生於筆本身 這個非常抱歉 我只能 我只能依照這個誰的 那個絕葬法師的回 這個 這個 幾張法師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回到這個龍樹菩薩的解釋 因為龍樹菩薩講 這個第三頌 前半部的頌意就是講 生生能生本身 但我們如果說 我們要依照這個文字的解釋 生生之所生 我們真的會誤解 所以我們還是直接看龍樹菩薩的這個 因為龍樹菩薩的解釋就是 這一個頌的前半部 最主要是講小生能夠生大生 就是生生能夠生本身 所以我們就不再解釋 因為 再解釋下去 這個是真的會解釋錯誤 所以生生之所生生於筆本身 意思就是 生生能夠生本身 那下一個頌 他的這個下半頌 就是本身之所生 本身他本身 生是 又可以生這個小生 就是 還生於生生 意思就是 講本身能夠還生到小生生生 因為生生本身來講 另外一個名稱 在中論的部分來講 又可以說為小生 那 生本身來講 生這個部分來講 就本身的生這個字 又可以說為本生 或是大生 所以證明 就是講到所謂的上半部來講 就是小生能夠生大生 就是我們所說的生生能夠生本身 所謂本身就是這個 我們後面會講到這個 等一下再講 本身的部分來講是這個 就是這個 本身第一個生 所以他又名大生 所以他又名大生 相對的這個生生是為小生 所以他第一 小生既然能夠生大生 本身來講三相就是有為相 是有為相 是有為相 有為相既然是有為相 他 他能夠最小的是 能夠消解 董事菩薩所說的 深深落入 就是消解董事菩薩 深落入無為的這個過世裡面 就是他證明就是有為 所以三相就是有為相 那 所以他能夠消解這個 所謂的無為難 那他下半部的部分來講 是大生能夠回 還生小生 大生回到小生 就是大生能夠回到小生 就是大生小 他這個大生小就是 免掉無窮的過世 就不會說再生下去 就回到生生 所以免 通無窮難的部分來講 就是通於前面的 龍樹菩薩所說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就避免消解前面的這個 身世有為的體性 他會遭受到無窮的過世的這個難 這個難問 這個難問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五十一月 五十一月的部分來講 在最後一段 問其一名 其一名的部分來講 名這個九法相扶共去 這個九法大家 大家如果你要講 那個我們這邊是講七法 大家請 這個要回到中論的部分 中論是講四項 就想生住義滅 所以大家如果說要九法相扶的話 請加上義 異跟異異 一定要加上這兩個 這是九法 何故但云 大生小生除字體生八法 意思就是說 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 我們先依照這個農術菩薩 就是把這個意義先表述 因為他的意 整個講字說三項 所以他這個是 就是法生時通字體七法共生 所以有為法生起來的時候 他這個所謂的 字體本身來講就是有為法 本身就生起來 然後這個時候 他會有這個 生相 生法一起來的 祖法一起來的 滅法一起來的 生生法一起來的 祖法一起來的 第六的祖祖法一起來的 滅滅法一起來的 所以七法共生 這個七法裡面 本身除字體外 能生六法 所以本身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到 以本身來講 他不自己生自己 所以講本身除字體 能生六法 因為他本身不可能生本身 生生也不可能生 就是講 以生生來講 他不可能生自己 所以他可以生六法 每一法都是 都能夠這樣子 所以他講到 大小除字體生八法 意思就是說 以本 大生本身來講 就是本身 他不生自己 他可以生八法 就是講到 我們加上住 加上意跟意義 小生也是 那小生也是 除字體不生自己 他可以生八法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他這個 這個我們 這種說法都不正確 只是說 讓大家能夠了解 再來 彼婆沙的一些說法 生最有力 生最有力 生最有力是講大生 本身來講 他最強的有力 他怎麼說 說明最強的有力 比如說 生以母親生小朋友為主 那母姨子最有力 母就是母親對生兒子 生兒子 最強的有力 最最重要 那如果說 其他的這個產婦 其他的一個 所謂的 那些的 那個工作人員 所以 雖於女人相 父相來協助 但是 都 都不明為 與女人生 生子 所以母於子最有力 那這樣來講 這個生 我們這邊的 我們這邊的部分來講 是 講七法 這個七法本身來講 如果是 如果站在生的部分來講 這個生是最重要的 那後面的例子 佛陀仁雲 佛陀仁雲 佛陀仁雲就是講 有一個人 他是講 如書用 是用直筆的 就像 我們在 我們在書上 用 用 用 就是我們講 拿一個白子 然後 用筆來 寫下書中裡面的文字 但是 我們為什麼不講說 人書寫 為什麼不講筆書寫 而講人書寫 某個人在 寫 應該是 筆在寫字 但是 人用最盛 作為人書 真正的 是比 才有這個 寫 寫經書的 這個功能 但是 講人來 用 在這個部分來講 人是最殊勝 最 我們所說的 人用最盛 如果我們人 不拿起筆來的話 就沒有這個筆來書寫 所以說為人書 就不說為筆書 筆一如是 筆一如是就是講這個生法 所以假依法共起 假依法共起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 就是講到這個誰的 三百一十八頁的 他認為 這一派就認為說 法體生起來的時候 這個 他會帶出這個誰的 生住滅 還有生生住住滅滅 我們是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想像 為什麼會有這種觀念 觀點 所以講 雖假依法共起 但是生是最 這個 這個大生 我們所說的這個講 不管是生住滅 本身來講就是有他的 比較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個生 以生來講就比較 有他的影響力 那我 這個詩大家聽聽就好了 他不是正說 第二個問題 何故意唱那中 大生能生二法 小生但生大 小生但生大大生 大生能生二法的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大 他是講生 能夠生生生 也能夠生法體 好 因為 生本身來講 他能夠生法體 而且能夠生 因為 本身能夠生生生 小生但能夠生大生 因為他這邊講生生能生本身 所以小生能夠生大生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彼菩薩的說法 就像吳過如 就是這種說法沒有過失 就像他舉一個例子 就是有些女人 只生一個兒子 有些是雙生的雙方 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另外一個問題 大生能生八法 大生能夠生八法是這個 因為他講 那個 就是講到誰的 在318頁的四七法中 本身除 自體 就是本身不自生 然後他可以生 這邊是因為是舉三項 所以能夠生六法 如果是舉四項的話 就是能夠生八法 為什麼小生能夠生大生一法而已 他也舉這個例子 比如彼菩薩雲 就像豬跟狗 有些只能生一個 有些能夠生八個 其實我們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 我們是沒有這個生 我們沒有 我們不建立生有一個實體 因為他 他把這個生一定有一個 媒介 他把想就是他認為是有一個 你要生的部分來講就會 有一個媒介 就像我們以前 有人要拜這個誰的 那個 畜生 就是有 他們認為有一個 媒介 那我們看一下他會問 生以生生疑是非色非心 如果說是生跟 就是大生跟小生 都是算是非 剛才說把它放到非色非心 那如果是這樣子 非色非心的話 怎麼說 說他生 因為生本身來講 他一定是生諸有為法 所以他才講到 怎麼成立他所謂生 那他的答案就是講到 這個法就是法體在未來 能 能生 就法體在未來 能生比法來現在 不是啊 這是一個公用的名字 所謂生 就是本來是法在未來 但是講到這個生法 能夠讓這個 在這個 這個法在未來還沒生 可是如果具有生法的話 就能夠 這個時候就能夠現出來 所以這個是 他認為這個生是一種公用 那生生的部分來講 也是一個公用名 富有能守名 這個一生能生 一生是所生 能守和目受為生生 所以我們了解他的 這我們看一下 他的說法就好了 因為我們不見過這些東西 大生能生小生 大生能生小生 是他們這種說法 這種說法是 隨相 名隨相 則體 體食同食 意思就是說大生能生小生 然後他又能夠生法體 這個都是同食 那大生本身來講是 只有大生才能夠生法體 因為他的小生只能生大生 生生能夠生大生 他生生 這後面的部分 我們還是建議他的這個生生 能夠生本身而已 大生生小生 而方云小生生大生 意思說他 大生跟小生的前後關係 他認為第一個 他認為大生一定是在前 小生在後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大生一定在前 小生在後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 才會帶出小生生大生 所以議論後也 那後面的部分來講 第一個他的問 法體本無生滅 為什麼會叫做法體本無生滅 因為大家請看318頁 318頁的就是講到他立一個 我們最後 倒數第五行 下半的倒數第五行 因為他第一個是法體 以他這樣立的法體 又立後面的生法 助法滅法 生生法助助法滅滅法 所以他這個法體本身來講 沒有生滅性 所以就是要知道 為什麼法體本無生滅 而假事相生 意思是說 他的問是說 你這個法 你這樣立的部分來 你這個法體是不是沒有生滅 而假借著這個 那個 這個生助滅這些來生 他是回答是講到 法體本有生滅性 但假事相發動而已 他的回答是 他是講法 他的意思就是說 既然你立這個七法 這個法體就是到底是 他本身來講 到底是有沒有生滅性 他回答是說 他這個法體還是有生滅性 但是假這個四項來發動他而已 所以法體是有為 所以據四項八項 據四項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到誰的 就是我們講的生助滅 或是講到 這個生 生助益滅 生生助助益益滅滅 這個八項 所以也是有為 所以各據四項 九法各據四項者 九法各式法體 比如說 生出來的這個大生生法體 九法各據四項者 九法各式法體 九法各式法體 譬如說 譬如說生本身來講 譬如說 你生法本身來講 生一個法體 那助本身來講 你這邊有助相本身來講 也是助有他的法體 所以為什麼講九法各式法體 那滅也是 他滅的時候是正滅 那生生助助滅滅 本身有講 所以他是講到 為求法的話 也是有這個 各式法體 這是他們 這個是我們 吉祥法師 替他們解說 他們的這種立法 不然的話 我們很難了解 他們的這樣子的說法 所以到最後就是講 大助助大生 大意義大生 大秘密大生 然後這些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部分好了 這個頌本身來講 第三頌 對 對不起 整個來講 整個頌應該是 十一頌才對 整個頌才要十一個頌 少了一個頌 少了前面最前面的頌 那我們是講到這個 剛才有說 這個頌最佳是 第一 前半頌是 小生生大生 所以他能夠通無為難 就是 把這個龍樹菩薩所說的 那個 小姐 如果他葬地的話 就跟小姐無為的過世 下半頌就是講 大生生小生 所以就會 大生就還回到小生 所以就不會有 這無窮的過世 這個為什麼我法念 為什麼那個 上半部 可以救無為的過世 因為 我們大家請看那個 法上法師說的 法上法師這個 請看一下 333 232 因為他本身來講 就是要救前二難 上半救無為難 與生生之本身故 本身據從生生而生 所以本身就是 本身這個就不是無違法 是故非無違法 所以他就是 本身就講這個 他有生 所以他這個絕對是不是 無違相 所以他還是 回到這個三相是有違相 那下半就無為過世 下半為什麼 就無為過世 無窮的過世 就是 以本身 本身 本身就是 本身回到生生 所以本身來講 他是從生生來的 本身生小生 就是他是講本身還生於生生 所以 所以 生生即還從本身 本身 所以就不會有無窮的過世 就是 如果依照我們幾張法師的解釋就是 小生生大通無為難者 大生不為小生生 可是無為 驚為小生生故事無為 如果 如果大生不 這是講到誰的 我們 他的力 會講 法體怎麼來的 第一個他是從生 第二個 神生而來的 所以本身而來的 這個本身又怎麼來的 是從小生而來的 所以來講如果說大生不是小生 生而來的 那就是 他不是小生而來 他本身就是 會有無窮的過世 就不落入生 就沒辦法 因為他本身來講如果不是從生來的 他 他就不是有為 他是無為 他今天是從小生 生生來生的 所以他還是屬於有為 這個問了 如果但為小生生 為什麼會是有為 好 而皆為小生生 皆為大住住 大意義大滅滅 則大生 具為四象所見 所以叫做優為 这个是他要建立这个是 第二个生的这个本身 因为他本身来讲可以生法体 可以生法体 他的这个本身是怎么来的 所以他建构从生生来的 所以就不是无为的体系 他本身来讲生生又 就是讲到他本身跟生生 有这个我们所说的 转转的这个意思 所以他才会例如 生生能够生本身 本身又回到生生 下半部的问题可以处理掉 这边的无穷的过失 为什么可以处理到无穷的过失 如果看沮丧法师的 很不容易了解 看法杖法师就比较能够了解 同样都是就整个来讲 就是说法都一样 只是解释的 几张法师的会比较好了解 所以几张法师的解释 就小能够小富从小 如果说 如果你这个小生生生的话 如果还有一个小生生就是无穷 可是他会是回到本身去 就不会说落入到无穷 所以他才会讲到 如果小孩是从小 小生还是从更小的生来讲 就会落入到无穷 可是他是讲到这些的 他是讲到 那个 小生如果生大生 大生又回到小生 就不会落入到小生还要靠 更小的生来生 就非无穷 所以小生 这样子小 经纬小生生就是 本身是小生而生的 所以是属于有违法 有违的提醒 那大还生生小 所以讲到 大生 怀生小 但为大生生也 所以讲到 这个讲到 这个我们这个 后半宋子讲到 大生小 怎么会又是大生生的意思 所以大还生小 为什么还是 还是这个 这个小 我们这个 这个小为什么还是大生所生 所以既为大生生 亦为 这个 这个我们实在是 我没办法了解这个意思 因为他讲这个大生生本事来讲 如果依这个 龙树菩萨的解释 因为讲到 一个法体起来的话 七法共生 所以他一定还会具有 住住 异异灭灭 这些 有这个 住住异异灭灭 就是讲到 有这些 有违法的 这个 所谓的 事项牵流的部分 如果有事项牵流法 就是有违法 这个应该要 应该那个 讲过了 应该是 重复吧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后面的 那个 大家请看我们52月 52月的第二段 答的部分来讲 打约的这个部分 打约的这个部分 大家把这个51月 50月把去掉 打约的那个打错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最佳的 那个 达威二 达威二的部分 就是讲到法身实 就是讲到法身实 达威二的部分 达威二的部分 这个 这个 出两句就前后破 这我回去再看一下 这个出两句的这个两句是在319月的上半部这两个颂 319的这个上半部这两个颂 那下一句的部分 那下一句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这个谁的 那个 这一句就一时破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在319月的下半 就是下半的只有一个颂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念一下 因为这个是 那个 在318月的法身实通智体七法共生 这个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建立 就是因为 有违法 他们一定要遵守有违法 具有三项 才会有这样的力 因为有违法具有三项 所以法身实的话 通智体七法共生 这个法身实的部分来讲是有违法 法体身实 这个时候会带出身法 第一个就是法体 就是本身的有违法 然后第二个是本身就是讲身 这个本身 然后第二个是本住 就是讲到本身本住本灭 就是讲到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有违法 具有三项那个三项 他为了要讲这个本身是什么谁生的 就是他会立小生来生 这个柱是本身是谁生的 就是他为什么会成立这个项 所以会用柱柱项 柱柱法 所以灭为什么会有就是灭灭法 所以他是讲到因为这样子来讲 所以法体身的时候 这个七法都会全部献出来 就会七法共生 所以他的七法共生的部分来讲就是 本身绝对不可能生自体 他能够生六法 而小生能够生本身 就是小生只能生生本身 不能生 不能生法体 就是他只能生本身 本身又回到这个生生 所以这个三项虽是有违 就是讲这三项虽是有违 就是证明有违 破除无违的过失 而慧无穷就是讲到 所以他能够破除这个无穷的过失 祝灭也是这样子 这样打 这样子说了这个时候 后面的答约是我们的回应 我们的回应就会有三个受 这是转转说来提出三个受 所以我们这个三个受就是讲 若我也是生生 还能生本身 生生从本身和能生本身 就是讲他们的一种 转转说的一个 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矛盾 那很多微生生能生本身 这是我们龙树菩萨的解释 本身不生生 本身不生生 生生生什么能生本身 这个应该是可以了解 我们讲如果说 我们先提到这个因为 这会讲到谁 从他们说 第一个是生生 第一个因为他的第三种 第一个就是生生 生生他见过就是可以生本身 既然生生可以生本身 既然生生可以生本身 生生从本身 怎么能够生本身 生生生从本身的部分来讲 是下一个 因为他生生是从本身生来的 因为本身还生生 就是还而生生生 所以是讲生生是从本身来生 虽然这样子从本身生生的话 怎么能够生本身 就是从他的这个 两个 从他的这个谁的那个 第三种的上半种跟下半种之间的矛盾 而龙树菩萨最想要是批评 第三种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种 我们所说的宋文的上半句 上半句跟下半句之间的矛盾 所以初破句语的话 小生虽然生大生 那为什么 所以题外上半句语 下半破字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把这个 这个再演到下一场再说 最想要是他们之间的 生生跟本身之间的矛盾 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